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们觉得是我惹婆婆生气 才导致她自虐的 我不想争辩 也不想道歉 因为我觉得我压根就没错 我跟婆婆的矛盾要从十万块钱说起 我婚前开了一家小店 每个月的收入不错 所以也存了不少 前段时间小姑子结婚 婆婆想让我出十万块钱给小姑子陪嫁 婆婆自然是拒绝的 我是嫂子不是妈 小姑子又不是我女儿 再怎么也愣不到我出钱给她陪嫁 婆婆认为我已经嫁到他们家了 我的东西就是他们家的 作为嫂子就应该拿钱给小姑子陪嫁 这不是情义 是义务 婆婆的思想自然会引来我的绝对反击 后来我们因此而大吵一架 当时说话都挺重 婆婆说不过我 所以就耍起了恨 自己躲在房间不吃不喝 当然她做这件事情是在小姑子出嫁之后 她心疼女儿自然会帮着张罗婚事 也不会让女儿丢脸 可小姑子结婚没几天她就跟我斗起起来 这件事情明明是她不对 老公跟公公非要逼着我给她道歉 后来小姑子回娘家 她也认为是我不对 应该给她妈道歉 这家人真的太可笑了 事情都过去这么久了 现在才想到绝食 这分明是想拿我当下酒菜 我也不是好惹的 既然他们如此逼我 我早已做好了万全之策 我告诉他们想要道歉可以 必须所有亲戚道场 老公说我去给婆婆道个歉就行了 不用把亲戚叫来 我说婆婆竟然是那么爱面子的人 被媳妇顶撞了 就能不吃不喝 那就更要满足她的面子了 把亲戚全都叫来才合理呀 老公很快便去安排请了不少亲戚 在这场道歉宴上 我端起酒杯走向婆婆 婆婆眼中略过一丝骄傲 我说道妈 实在对不起 结婚之前我不了解你们家的情况 所以才嫁到你们家来 给你们家添麻烦了 我要是结婚之前就不了解你 打死我也不敢嫁呀 那天你让我拿我的婚前残残给小姑子陪嫁 我顶撞了您 是我不对 您是个爱面子的人 没钱给女儿陪嫁 打媳妇的主意也符合您的风格 我不该跟你计较 婆婆很激压地看着我眼神里全是愤怒 老公走过来拉了两下我的袖子 我笑了一下 继续说 我觉得您的思想特别好 女孩子出嫁了就是富家的人 一切都是富家的 不管是婚前赚的钱 还是婚后赚的钱 都应该为富家服务 都应该交给婆婆打点 妹妹是宁易手带大的 想必她也是这样的贤妻良母 我转过头去对小姑子的公公婆婆说 你们二老可真有福气 能够娶到这么好的儿媳妇 我妹妹婚前存了不少钱 在她出嫁之前 我婆婆悄悄给她塞了好几万 这可是她这些年来的所有积蓄 你们以后看的是儿媳妇的钱 儿媳妇的钱就是公婆的钱 你们花费命的钱都是应该的 我说到这个地方 婆婆已经很生气了 但周围亲戚都看着 已经在议论纷纷 她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我接着说 妈 我错了 我错就错在不该嫁到你们家来 连儿媳妇的婚前残产都算计 也够无耻的 以后我就不叫你妈了 说完以后 我直接把酒杯踩在地上 转身就走了 出门以后回到了娘家 并且让我弟弟 给老公送去了离婚协议书 这样的家庭 我不想再待了 听弟弟说 他们家现在在闹得鸡飞狗跳 所有亲戚都知道 婆婆是如何算计儿媳妇的 小姑子的公婆 也因为这件事情对她有埋怨 婆婆又在家里大闹 我管不了这些 我只等着老公 在离婚协议书上签字 虽然她现在没签 但她以后总会签 离开这个家 并是我现在最想做的事情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经历满足你的需求 期待下次 与您的分享 请搜赵